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又有两名毒贩缺钱用 就在凤山区的文龙路行墙 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找到嫌犯破门逮人 情形状况连线给记者白问平 是 主播主播观众可以看到十多名远警 是埋伏在嫌犯的屋外 乔装成路人还有情侣等待时机破门而入 那么两名嫌犯是坐在屋内正在吸毒 精神恍恍惚惚 根本就还来不及反应 远警就把人给压制在地并且靠上手铐 那么警方调查其中一名理性嫌犯的家住男头 解释了高雄的成性毒贩 那么两个人以毒会友经常在家里面吸毒 如果其中一个人没有毒可以吸 另外一个人还会提供毒品两个人来共同享乐 那如果缺钱就骑着脏车在路上行抢毒席的妇女 那么在这个月三号在高雄市凤山区的文龙路 又再度犯案 得手了600元以后是逃逸无踪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以后 寻线找到了嫌犯的住处 当场就把人给逮个证招 不过警方也怀疑两名嫌犯 另外涉及了这多起的抢案 目前还在深入倾查当中 一向下最终情形把镜头交还彭女主播 好的 现在文萍来看到两名毒贩随机行抢 而警方是透过监视器画面寻线逮人 你们看着这位是否判复的 你怎么这么做 我给你看着看看 我会让你尽量的 在处理中 但是这位是否判复的 那我给你们看着